重点 看到了吗 厉害了吧 小雷 喂 你俩怎么不接电话呀 别动 来 这儿吃肉了 做什么 拿来看 别动 有病 法国的 法国 马拉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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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几个找得不错 我让你陪我喝酒来了 还是让你选美来了 说起选美 你知道吗 我听说 这次韩国选美的最后一项是 拿出发票来 比谁的整容费用最少 你 我迟到我发现了 我这次认真的 一哥二给我介绍一女朋友 据说 勤劳勇敢 温柔贤惠 单纯善良 洛洛大方 气质优雅 谁管呢 结果这些美好的词汇 都敌不过一个词 愁 好 怎么不跳舞呢 我 皮 可以看 可以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文珊 你不过来 你先聊着 好 谢谢 怎么了这是 这个座位的顺序 我不是已经都安排好了吗 是谁给我改了的 请你告诉我 这个李婷婷是谁 她是最新崛起的模特啊 我不管她是新崛起的 还是后崛起的 我们本来就没有请她来的预算 而且是谁把她安排在第一排 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还坐在余总的旁边 你们怎么想的呀 不是 你 你这是真不知道 还是跟我这装糊涂呢 什么意思啊 她可是余总最新的女朋友 我不让她坐在余总旁边 错呢 不感谢我就算了 过来劈头盖脸 把我说一顿什么意思啊 那我问你 这是余总的意思呢 这种小事 难道还要余总过来 亲自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吗 那好 这个活动是你负责 还是我负责 你 那就请你 把这个人给我安排到第三排之后 谢谢啊 为什么呀 今天我们请了多少业内人士 我们请了多少重量级嘉宾 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我们准备了多久 你不是不知道 请这个李婷婷坐在余总身边 别人不会觉得我们是通情达理 反而会觉得我们公司不分 就算是余总知道了 她也很不高兴的 你确定吗 那这事要余总怪罪下来 我负责 一切以活动为重 好 多数 来了 请坐 请坐 不好意思 我来这门 等会很长时间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是刚到一会儿 小苏啊 我这次来呢想问你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 你的那个叫多多的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 他呀 现在挺好的 我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寄宿的幼儿园 就是有点远 因为他是外地小孩 所以能接触他的幼儿园特别少 而且还有点贵 这孩子有四五岁了吧 四岁 这么下去这也不是个事啊 这样我帮你想想车 托个人呢帮着解决一下 叔叔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 那简直太好了 这可是我一个大难题 不客气 我先谢谢您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你说你这一个事 这么带着这么一个孩子 也实在是 这个事贺明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没跟他说 而且这段时间他表现不好 我懒得理他 就是你跟贺明谈恋爱这事吧 我和他妈呢也是上次才知道 现在你们俩怎么样了 其实我们俩 吵归吵 闹归闹 但其实感情挺好的 我们已经好了三年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 那天要不是见到你们 我都不知道 原来你们俩是父子 可是我表现不是特别好 故意说了那些难听的话 阿姨是不是不喜欢我啊 我这个这个 我理解 我不特别理解 真的 你甭担心 有空我会跟他妈妈 好好解释一下的 只要你们好下去 真心地好下去 我相信我们 都是会非常支持的 真的 那个太好了 谢谢师叔 何况你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你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那 叔叔 我那边还有事 我得先过去了 好好 你先走吧 等幼儿园的事落实了 我再联系你 我和赫明的事交给你了 那好 那我先走了 走开 那我先走了 妈 什么事 回来了 正好 去帮我买点鸡蛋 您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 就为了买个鸡蛋啊 对啊 顺便带瓶海鲜酱油 您行不行啊 我这跟人正谈着事呢 你是要去找那个苏静是吧 行 最后一次 你去跟他谈清楚 我不拦着你 妈 去啊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 惠娜要过来吃饭 你赶紧去 帮我把东西买回来 我这做饭等着用呢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参加 博莱雅新产品发布会 首先为大家展现的是 博莱雅亮白金米产品 请大家欣赏 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的 第一款产品是 亮白金米乳液 它包含两倍 大西洋 红岛基 海洋深入物 深入基底 锐氧换白 通透出自然美 美白肌肤 我们给大家推荐第二款产品 也是我们博莱雅生产的 第二款产品 也是我们最新生产的一款产品 比较好符合大众的心理 能够让大家用起来更贴心 等等 活动已经开始了 您现在已经不能进去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让开 小姐 您讲话能不能客气一点 我是这个活动的主办方 我说不让您进 您就在这儿等一会儿 您算什么东西啊 您应该只配我 我的位置在前面 你再不再讨厌 余总 什么事 这位嘉宾在化妆间 他嫌我们安排的位置不好 左倾右倾怎么都不过来 现在活动已经开始了 他又在这边吵吵吵吵的 说什么呢 他们对我可没有礼貌了 而且还让我坐那边 人家想跟你坐一起嘛 苏静 没事 来 你跟我来 不好意思 我给您换个人帅 好 不好意思 走 谢谢 你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发型室 像你这样一样 还真不知道哪儿有好事 来了 来了 小猫 好可爱呀 跟你家养在这里一样 你好 小姐 这是您的点心 我没点这个呀 这是那个先生 然后送给这个小姐 我可 行了 放这儿吧 你认识啊 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认识 见过几次而已 老对我死缠烂打 烦死了 我看他对你有意思吧 都追到中国来了 不是 什么对我有意思啊 那对我有意思人多了 那我还得每个人都有应付啊 我还不得累死了 再说了 我都跟他说我有男朋友了 他还不死 别这样 我看这么好的一个帅哥 可惜了呀 这么好的帅哥 真都想给你的 喂 妈 什么 去他们家 好吧 行 就这样吧 干嘛去啊 我妈让我回来吃饭去 那我先走了啊 你就自己带着吃吧 拜拜 拜拜 不如你还能站住 我还是श威铁丰子 你都在找他 我看着他 你怎么听得不就 你突然发现了 我这么想得一褚多 你戴上吧 你自己带着你 就要两个人 谢谢你 谷得方便不行就剩妆了 什么呀 我上个厕所去 还说是什么天女 分明就是害死人 那叫你吗 我和老娘娘 老婆 老婆 你干吗呢 我看电视呢 不是 你这语气怎么有点不太对啊 工作上的事 没事啊 你还加烂呢 对呀 不是跟你说过我今天有个活动吗 活动结束以后 我还有个庆功宴 你先去我家等我吧 贺民哥 你快点 我要上厕所 好好好 马上马上啊 快点 谁啊 不是 这这这我爸占有一个女儿 不是 什么时候又冒出这么好人物 你怎么跟我说啊 她呢一直在国外 是不是刚回国嘛 我妈请过来到家里吃个饭 你可别多想啊 我跟她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她就跟我亲妹妹一样 看你叫妹妹叫的那个甜呀 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啊 说怎么不把我领回家呢 合正你心里一直住着这么一个人吧 是不是你妈想撮合你们来着 去去去去去去 老婆你可千万别多想 这么跟你说吧 女大十八便越便越好看这事 在她身上不成立 你知道吗 你说一个九零后的人 长一个七零后的脸 我能看着她吗 跟老婆你比现在差远了 你多说话自愈啊 是不是 行了啊 你少跟我在这儿臭皮 人家长得好看你还能喜欢咋大 你少在这儿给我逗圈子 你晚上过屋来 我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喂 喂 你快点 我憋不住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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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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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呢 你干吗这么久 我闹肚子 对对对 你上去点 抱着你要吗 算了 来 来 把你帮忙了 你是诚心跟妈做对是吧 人家都来了大半天了 你跟人家讲过几句话 没什么可说的 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 不是 阿姨 林哥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进去回去了 你回去啊 再坐会儿吧 不坐啊 阿姨 太晚了 再说你也得休息了 好啊 送送吧 好 我送你 慢走啊 孩子 好 有时间再来 你开车来的吧 没开车 没开车 对啊 今天现行 拿车来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不想送我回去了 你看这大三更半夜的 不是想让我一个弱 你怎么能够回去了 不是 我是觉得你胆不是挺大的吧 你看那天在酒吧 在酒吧 对不对 你怎么说在酒吧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被我亲了 我告诉你啊 我对你可不会负责任的 对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以后这种乱七八糟游戏 再往上别瞎玩啊 你说你万一碰上一个死缠烂打的 你说你可怎么办啊 行 我知道了 别跟我爸是啰嗦 我就说这事你知道吗 行行行 那我自己回去了啊 别送了 行 你想一点啊 好 算了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担心你 我是担心马路上无辜的男人 走 好 娜娜 找什么急啊 等会儿我呀 走 回家 你别看了 你别看了 等着啊 好 他走了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行 行 不是 我是不是怕他对我通谋不轨嘛 他还能跟你上楼啊 再说有我在这儿你怕什么呀 是啊 这次真谢谢你了 不客气 你看上次吧 是你非要跟我承受关系 这次呢 是我非要跟你承受关系 所以咱俩这就要扯平了 对了 还有啊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世界上有一种畜生 长得跟人一样 所以你必须得烦着点 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一点流氓意识都没有啊 是是是是 特别感谢 不用客气 拜拜 特别感谢 不用客气了 对了 那你要不要上家里去坐坐好 别别别 说说阿姨 不是 都睡觉了吧 是吧 走吧 那行 那我走了啊 再见 拜拜 快点吧 之后呢还要去很多的地方做宣传 包括有米兰啊 法国 香港等等 当然等到这个戏播出的时候 我能够希望得到大家的追捧和喜欢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提出的事情 苏锦 余总 待会儿你帮我招呼大家去庆功宴 我还有点事情 行 我知道了 好 我以后能不能做坏 他哎 有两次被人说过我 我帮我做了 真爱 我一直在嘴上 怎么不跟他干一块玩啊 他不玩挺高兴的 你该不会是因为白天的事 不高兴了吧 我也早就提醒过你 可你就是不听我的 你看看人家余总 不光是让婷婷做的第一排 她特意送她回家呢 能不说了吗 算了 算了 反正这事都过去了 来 我给你倒杯酒 咱俩喝酒 我不想喝 出来玩哪有喝饮料的呀 这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啊 来 我给你倒上 来 有喂 干吗 我说这苏静 你这头发怎么跟枯草似的呀 天哪 你知道吗 卫山 你如果想去做把枉头发的话 我让我哥好好给你放个架 你一次性做个够吧 我就是开个玩笑 娇娇苏静 这女人的注意 拜 好好好 那你们两个姐妹 好好聊一会儿 叫我呢 你怎么来了 你说让他这么急的呢 出来了 出来了 你这两天神神秘秘的都干吗呢 找你也找不到 我呢 就行了很长时间 但是还是要跟你汇报一件事 你跟小初说了 这事跟他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我看你这张脸怎么不像什么好事啊 那要看你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呢 到底什么事啊你说呀 张和铭的妈妈知道相亲那天 咱俩换了个个的事了 什么 所以我说呢 这事如果王坏了想 是我说漏了嘴 我对不起你 但要是王好了想的话 你不是一直都想让贺明 他妈妈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吗 亲爱的我对不起你 你别怪我 我一点都不怪你 这事早晚得穿帮啊 你说这个贺明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他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一人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不懂事了 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这样子只会让自己更难堪而言 我不管 我发誓我以后会怪 我以后全部都听你的 你让我干吗就干吗 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 真的理不开你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以后了 你听明白了吗 帮我送这位消息回家 宇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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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仗着你哥的关系 就或者闹来着啊 他难道不知道我哥最讨厌这样吗 长得自己是个小明星 照照镜子 年轻就可以这样呀 余总还要我也进去了啊 你几杯 我不 我要去小春呢 拜拜 把电话啊 迟到了 我去吧 怎么这么忙过来啊 你怎么又吃泡面啊 你怎么又吃泡面啊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这东西没有营养 你是不是又没有钱了 你家里不是前两天 刚给你挥完钱吗 我拿那些钱 抱考研班的 没事 我也不是每顿都吃 我跟你说一件事 我跟你说一件事 嗯 你能不能先把面放下看着我 亲爱的 你是不是一定要考验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女士啊 我答应你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 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自私 但是这真的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不像你啊 你含着金钥匙出声 我只有考上了研 我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我才能配得上你 如果我这次不考 真的我得后悔一辈子 我觉得我都没脸跟你在一块了 所以 这时候我希望你理解我 我也特别需要你的支持 那要是你考不上我 可是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这不就是一个假事啊 哪儿那么多假设呀 你别给我泼凉水了 等我考完了再说吧 走 走 走 今天博莱雅的活动办得很成功 客户反馈回来都说很好 可是 对不起啊 怎么了 为什么跟我道歉 你又没做错 今天场面特别混乱 我自己有点着急 所以 你做得很好 倒是我让你看了笑话 没有 没有 我知道你当时的情况 就是为了顾全大局 所以只有你这样做 才能让活动顺利进行不是吗 以后啊绝对不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 对了 苏静 你有空多跟一四聊一聊 你们是好朋友的 他最近心情不太好 我这当哥哥的有些话 不方便说好不好 放心吧 你好 你来干什么呀 你不是让我来陪你的吗 你不用陪你爸老战友的女儿了 我这不是都解释过了吗 不是 他就是一小屁孩 我一直把他当妹妹看哪 不 这个点你跑到我这儿来 是不是又趁你爸你妈睡着了 偷偷溜出来的 明天早晨五点之前 又得偷偷溜回去呀 我的灰姑娘 还真不是偷溜出来的 我妈让我送灰娜回家 送完了我就过来了 灰娜 教得还挺亲切的嘛 都这么 看你穿真这样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对啊 不走了 我陪你 臭不要脸 这 你爸你妈让你送灰娜回家 意思是可以不回家是吗 那就是说他们已经默许你 住在灰娜家了对吗 不是 我爸跟他吧 老战友 我从小人家把我当儿子看 所以说万一我要住他们家 他们应该觉得没问题 张鹤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 他们也吵什么 快点快点快点 他俩吵架了 你别再装了 余思已经告诉我了 你妈现在已经知道我假扮余思 去相亲的事了 那替别人相亲去了 你妈难道就没有怀疑我们这个关系 没有 不是 我跟我妈说呀 你就是替余思拒绝我而已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来告诉我 让余思跟我说呢 是不是因为你妈不同意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今天她特意 让卓慧娜到你们家吃饭呀 老婆你这整个就是当代的福尔摩斯呀 被我说对了对吧 张鹤民 你每次都告诉我 等你升职了你就告诉你妈 难道这些都是骗我的是不是 我们俩在一起三年了 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我都这把年纪了 你要真的不想娶我 你就早点说 不用找这么多这么多借口 真的不用 这不是借口啊 这怎么不是借口啊 那你怎么才能信我呢 我怎么信你 到现在不娶我过门 然后又找个女人来占坑 你说是谁谁能相信啊 你不出去 我不 行吧行吧行吧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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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先听会儿 我已经讲鬼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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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去 走 你干嘛 你给我干嘛 你给我干嘛 你干嘛呀 苏靳 苏靳 老婆 要马上去呢 老婆 你上脸去了 我 我不是送卓慧娜回家吗 去这么久了 聊会儿去 我说贺明啊贺明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 开口闭口你都是谎话 慧娜已经说了 你把她送回家你就走了 不是 这个卓慧娜 也推不够意思了吧 你怪人就干什么呀 是我打电话过去问她的 你上哪儿去了 我撒谎了 我累了 睡了 你累了 我们都不累是吧 我每天这忙前忙后的 你有点良心好不好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 要去那个女人那儿了 对 没错 我是找她去了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满意了 真的假的 余思 你真的决定了 你已经不是十八岁那种 可以挥霍任意玩的年纪了 这老天爷给你的礼物 你行不行了 你就生下来吧 礼物 我拿什么身啊 你难道啃老族 让我去啃我哥啊 方小春她 没有房 没有钱 还要去读研 我都不知道她读研的学费 从哪儿来 难道让我生下来去做单亲妈妈 不是 我就怎么想不通 你说她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她考什么研 你跟她好好说说呗 咱们俩要是跟她 谈论这个问题 她肯定推推她鼻子上的眼镜 然后认真地跟你说什么 理想啊 追求啊 说不通的 然后再跟你举例说 某某农民到八十岁了 还在去高考 考了多少年才考上了大学 太奇葩了 真的太奇葩了 我也扶着你了 你说学校那么多追你的 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 都不好意思说 对 你说我一朵鲜花 就被飞来的牛粪啪 咋中 不是吗 你再好好想想吧 不用了 我想好了 走吧 走 你没怀孕 我没怀孕 对 你的确没怀孕 怎么可能 我肯定怀孕了 那个音乐棒两个红杠 是不是就是怀孕了 是的 但是从这个检验报告上来看 你的确没怀孕 我怀疑你得的是卵草早衰 什么 可是他这么年轻 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你们也别紧张 这样吧 我建议你们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再确认一下 好吧 谢谢医生 走吧 谢谢了 医生 等 等会儿 怎么 我也孕去了 我没怀孕 这是我的单子 可是那天那个验孕报 里明明有一个人是怀孕的 你什么情况 四周了 这不是好事吗 你赶紧告诉你家张浩铭 我还没想好要怎么说呢 怎么了你 没事 你的化验报告能出来了吗 过两天吧 过两天来取报告 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 现在这个场景 我以为我会很高兴 但现在没有 也许经过昨晚那件事 我对于张浩铭的感情 越来越没有信心 孩子啊孩子 你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我看你车怎么停我们家楼下了 你昨晚没开走啊 你车坏了 我故意的 你为什么故意放这儿啊 我昨儿从你们家楼上下来的时候啊 我看那人还跟哪儿守着呢 我看那人还跟哪儿守着呢 我想我这儿直接走了不就穿梦了吗 干脆就让他误以为 咱俩住一块儿 所以我就从你们家那个楼后面那个小门丢走了 我估计啊 他以后不会再来骚扰的 我们家楼底也停车费可不便宜呢 那没事 我马上开会了啊 挂了啊 好 拜拜 来 来 来 张晓明 发生个带呢 可不可以 好 马上 我给你带你去我 借我好 那再给你带到的 好 阿谊 好 真带 那再到你了 别的 我也会好 我们家楼人 妈 没事 我没上火 不用给我白火 我知道 你现在是特伤心 特难过 是吗 人之常情嘛 过一阵就好了 再说了 人得向前看 救得不去啊 新的过来 您当是手机呢 说换就换啊 我知道你怪我 可是早晚有一天 你会感谢你这老妈的 我见过多少人呢 这个苏京跟你啊 真的是不合适 妈 妈 妈 咱们不说这个了 行不行 怎么了 他跟你闹跟你吵了 你约上他 我跟他好好打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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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不用 真不用 那什么 我今儿不在家吃了啊 我找陆青 这 我饭都做好了呀 这款呢 太浓 掩盖了你清纯的气质 这款呢 又太淡 无法表现你内心的狂恶 这款最适合的 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还没吃 果然很趁我 我就要这一支 那个 我给你拌一个东西卡的 买这一支就能拌啊 当然 来 在这边签一下 名字好听好 不是 小雨 名字真好听 我 你是不是一定要知道我 那当然了 你干什么 姐夫 我姐让你给她回电话呢 不好意思啊 我姐特着急 赶紧哪 我姐有急事 我 我给你打个折吧 我姐让你给她回电话呢 我姐让你给她回电话呢 我姐特着急 赶紧哪 我给你打个折吧 赵小鸣 要不是国旗仔终 这不准 抽你真的 哥们儿有耐啊 都难 我 我怎么认识你了呢 小雨 她不适合你 反正现在我妈呀 就这太多 不会是吕老师啊 依然保持着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优良传统 那你怎么想的呀 我什么怎么想的 我肯定不能跟苏静分啊 你别说我还真得 配合你这劲呢 在强权压迫之下 依然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 真野吗 是不是 可问题是 你看我妈这态度吧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再加上这几天 我跟苏静吵架 所以我一气之下 我就跟我妈说 我们俩分手了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的 缺 缺的不是一丁半点 何这话全让你说了是不是 你得帮我想办法啊你 我是解决女性问题的专家 但你妈这年龄段 她不在我的服务范围之内啊 我想我想 你看啊 现在这关键吧 也不是 一直以来这关键吧 那就是你妈 你爱苏静吧 那你得让你妈也爱着她呀 你不喜欢出去呢 那你得告诉人家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呀 你这 你得有态度啊 对不对 你得让人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不能什么时候都逃避 过来找我呗 这都算怎么回事啊 你说 你现在有苏静 你不怕 我呢 我是一单身 再说了我又卖化妆品 让人怎么想我呀 跑题了 跑题了 你来这么多年啊 你跟苏静这爱情吧 不能说是情比金尖 比金可见多了